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想象一下 对于我们的一个网站 对不对 我一刷新的一下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的所有的数据 这个页面所有的数据 它不可能是一条就获得到的 有可能是几十条 对不对 我每刷新 年期刷新十次 这只是我自己在刷新 如果有一万个人在刷新 每个人都刷新十次 对吧 每一次刷新是服务器重新执行的过程 对 你想想每一次刷新都有几十条语转 一个人刷新十次就几百条 对吧 那几万个人 那就几百万字数据次的一个查询 对 是不是很大 而这些刷新和执行是不是需要的是同样的数据 对吧 那我们干嘛不做缓存呢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用近代化 当然用内存做缓存是更快的 那我们就麦米卡做缓存的应用 听什么 那这就是咱们就做一个实例 如何将数据库取出来的数据 混搭到麦米卡这边去 对吧 原则就是这样的 前面其实给大家也画过一个图了 什么样的图呢 就是这是数据库 有点画 画歪了 这数据库 比如说主存数据库 对不对 那这两个是主存关系 那这是prp程序 对不对 那如果是几亿次或者什么刷新连接数据库 它每次都能数据库取数据 然后再返回prp 对不对 那数据库连接次数多 访问次数多 对不对 对吧 很麻烦 那如果我在这装了几个麦米卡的图器 几十个或者几百个都可以 对不对 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看配置问题你怎么写了 那我能不能在这块 第一次换取数据从这里取出的 取出数据在给用户的同时 再往内存里边存一下 再给用户 对吧 那下次用户就先判到内存里面 麦卡有没有 如果有直接从这去 比如说首页里边数据都缓存内存了 那么每次用户都从内存 服务器内存取数据 取过去走了 是不是数据库根本都不用连接了 对吧 那么多社会就是不都不用执行了 不管访问多少次 是不是都相当于实时的速度 是不是能大大提高网站的访问速度 但是多数据的话 他会均匀把数据数据我这里边弄 对不对 如果就拿首约来说这些数据都是缓存的 用户都是从内存的过去 跟数据库就第一次用在一次取出 其他就不用了 对不对 如果数据库有更新 比如说后边又能补入PB1.0 对吧 那数据库如果有更新的话 那我们再把内存的数据更新 这样的用户每次访问都是最新的手机 这都可以做到 对吧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按照这个原理 我们这块连接了我的机器和妹子两台机器 对不对 添加两台服务器 添加了两台服务器 我是不是有连接数据库过程吗 咱们先写一个最传统的一个方案 对不对 数据库的 连接和操作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办 首先我们得创建PDO的对象 New 这号 Try Catch PD PDO ESPDO Catch E 输出 数据库 连接失败 失败原因是E GET SS 对吧 嗯 然后这号创建PDO对象等于 New PDO 里边 第一个存DSN MySQL 币号 Post 等于Log Cost 然后DB Name等于 自己说PIRP 又不明是ROOT 密码是123456 是不是这样吧 嗯 然后 我们再锁进一下 让你写一层 这块上面是数据库的连接对不对 对 这块是连接 然后 然后是不是我得执行操作把数据获取到对吧 对吧 获取数据 执行 查询 语句 对吧 那只有参与语句我们首先执行的是 用STMT等于PTO里边有个PREPRE准备的语句 执行什么呢 selectID name 密码 年龄 性别 email from users for the order by id 是不是这样的 随便的一个查询语句而已 对吧 那这个语句我能不能把它 粘出来 做到一个 secure 语句 这样是不是一样了 嗯 然后把这条语句放到这块 circule 执行 再执行这一串 doll for STMT里边 execut 执行 然后数据查不查询出来 用什么 DTA数据等于什么 STMT里边有没有FETCH 我就用ALR吧 是不是获取数据 对吧 然后这个数据里边我们用PTO 冒号冒号 FETCH 下方线 ASSOC 我要的是什么 关联数据 可以吧 然后我们在这块 打印这个数据 到的是DT 我们看一下 这个过程连接数据 我们必须得连接过程 执行查询过程对吧 再打印数据 现在我们运行一下 在运行之前 把打印的数据我前边 用一个格式不然它会乱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是不是这么多数据获取到了 对吧 那我每次刷新 你看 我每次刷新 都会干嘛 我只要刷新一次 是不是就连接一下数据部 取一次 这才取一条色归 这对吧 如果一百个呢 是不是连接一次 执行一百次 那有一万个人执行呢 是不是都刷新一万次 连接一万次 然后这里边执行一万次 对吧 而且数据是不是都是同样的 对 假如我最想用这样的数据 我能不能做过 可以 在这一面里边 我是不是已经我们还没开始了 嗯 怎么办 看一下 我先试着从内存里边取这个数据 从内存里取数据 也就是 DT 等于 MEM 里边 你知道 Gate 获取数据 那鉴质是什么呢 我随便起一个鉴质形象 WKTY 鉴质 比如说 这边就是 咱也不叫贯兔了 怎么叫做 啊 嗯 这个Gate数据 我就是 麦 电铁吧 随便的一个变量 那这里边放一个什么 KY 鉴质 对吧 从这里边获取数据 如果内存里边有这个数据 你看 这块是 直接从内存 也就是MEM C-C-C-H-E 要数据 对不对 嗯 如果 有 数据 就从 内存中 返回 返回 数据 嗯 如果 没有 才 连接 数据库 执行 Circule 女具 看到了 嗯 所以我们这块怎么判断呢 如果 谁呢 获取数据 电铁 EMPTY 什么意思 可能是 如果获取的数据是空的 是不是就没获取到啊 如果是空的 我在怎么的 从数据库获取 连接执行 Circule 看到了吗 嗯 如果他不为空获取到了 怎么的 是不是这里边就没执行了 嗯 没执行 是直接输出 从内存就走了 对 对吧 那这里边 假如第一次为空 是不是为空啊 微空是得执行这里 就执行完这里 就已经获取到的数据 干嘛我可会用MEM里边ADD 对不对 简直是K EY 直是什么 是不是对的 什么格都能存 第三个参数 咱们通常说用压缩的 是不是用这个 在这块 然后比如说我缓存一天 假如说我不用其他更新的方法 我这我缓存一小时 就一小时 哪怕有10万次访问 都要从内存去 这一小时过了 重新做数据获取一下 是不是每一小时一更新 对不对 这块就是60乘60秒 是不是一小时 那这样一天才从数据过去24次 对吧 你要设置5个小时 就看你的更新频度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 怎么能看到访问广存 我这会输出一句话 行不行 输出 这是第一次 访问 从数据库 获取的数据并放到了内存中 你看 这句话如果一输出 是不是说明这里边整个代表执行吗 来我们试一下 再回来 看一下就上面那行有没有输出的 这句话 你看 这是第一次访问数据库 那如果我再刷新 还有这一条条数据输出吗 这个没输出 说明这里边都没执行 而这里边没执行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是不是说明这里边的所有的数据 怎么的 是不是存到内存中了 对不对 现在我在一个小时之内 我就疯狂的刷新 它都是从内存过去的 对不对 当然这个时间就可能太久了 我这话用上什么 10秒钟 对吧 当然这个鉴质我换一下 因为刚才那鉴质 咱们用一滴滴的方式 已经存了 对 已经存上了 对不对 所以我需要换一下纸 当然这话我可不可以 假如我可不可以用赛的之类的 是不是都可以 来我们试一下 刷新一下 第一次访问再刷新 你看 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当然我们等一下 如果是10秒了 对 它这话 你看是不是又出来了 这说明 每10秒是不是一更新 那咱们网页的数据 是不是也实际显示 对 你就算缓存2秒 那这2秒 总有一万次访问的话 你都已经节省很多了 对不对 那都能算出数据库 一天被访问到二次 对吧 但这是一条语言 如果多个语言的话 大家写写的会比较麻烦 那用框架设置 就比较方便了 比如用Google P 咱们一点量 就可以完全做到 怎么 只要数据不更新 对吧 就从内存率去 数据一更新 从数据不走 咱们都做到那点 对不对 用户操作起来的话 你都不用管这一层面了 直接电话函数 它自动都给你 加上这样的完成了 对吧 这是最好的一种结构 那我们这样的话 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 那有个问了说 那这个剑值 每一条试轨 的收入值太多了 每个我都给它 起个剑鸣 什么叫麻烦呢 这 教大家一个方法 什么呢 每个色刻语句 也是一个字幕圈吧 用色刻语句 做简直 看到了吗 这样的话 同样的色刻语句 就会怎么办 同样色刻语句 同样的色刻语句 就会 从内存里去 不管是哪个脚本里边写的 对吧 所以呢 通常 在用缓存数据库 到麦克尔的时候 都是用色刻语句 做简直 来 我们再刷新一点 第一次网 对不对 这不就可以了 但是色刻语句 做简直的话 有的色刻语句 很长 对不对 而且不光是很长 还有什么问题 不光是很长的问题 对吧 那有可能说 谁能在那里存里边 看到的简直 对不对 就麻烦 所以一般的 咱们都用 色刻语句 就是简直 怎么办 还能够对加密一下 是不是就是固定长度了 而且还不会因为色刻语句里边一些特殊值破坏 那个键的格式 对吧 这是最好的方式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对吧 是不是可以缓存 刷你多少次都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怎么当 用内存做缓存的一种缓存的方式 非常的方便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了 占有系统资源最多的 就是导致你网站慢 要么是数据库连接多 执行色刻语制多 就差距多 对不对 然后存储大 这是最主要的瓶颈 那咱们用缓存就可以解决 记住缓存是法宝 对吧 而内存的缓存又是最快的 当然咱们缓存可以在很多层去做 对吧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另外呢 麦没开始呢 咱们到这呢 麦没开始操作的基本差不多了 对不对 麦没开始应用 还在什么就是用呢 绘画控制的地方 应用比较多 那绘画控制应用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没讲绘画控制 所以呢 在后边的课程中 咱们讲到绘画控制的时候 会将用户的登录的绘画的信息 存到内存里边 这也是比较合适的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结束了 PSP操作 麦没开始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